大家好 这时候是早上7点钟 太阳已经蓝蓝升起 挂在天空 大家看一下 真印了一句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大家看一下 我的茉莉花 又战化了 茉莉花也要大肥 洗羊 洗肥的一个植物 很香 清香不比 但是我们想本来要种 100盆的茉莉花 还是没有成功 今年的春天 我只有繁殖这些 有一盆本来是大盆的 后来发现都没炸 你看还有一些头外在这里 你看干掉了 这里面后来都移到这一盆里面 这个还会长大 会长大 你看 月季真皱 下花 这只能属于下花 这个夏日花花 你看叶片都晒焦了 还有热可乐 这个是老爬月季夏天的花是这样子的 也很清新淡 你看看下也挺漂亮的 嗯 是不是很美 在阳光下 他们也是不错的 这一种是 这一盆是清空 这果汁洋产可能又有虫 今晚又要给大家烹药盆一下 这个是 明知妖精 这一盆是 奶油弩沙 嗯 这些 这个大盆是遥远古生 又冒很多这个 新鸭了 我就让他长 爱开花就开花 夏天就是这样 夏天的花 散花就是这样子的 大家也不要拼命的剪它的枝 不要剪枝 这个是樱桃 枇杷 山茶花 这个是 什么 含笑 含笑 红 红 红龙 天花叶塔 你看 一小朵夏花 也还不错 其他的都 都晒焦了 这个是冠小鱼 这专树的啊 瑞典绿王 瑞典绿王啊 专树 每看几朵花啊 虽然它花很漂亮 可是在福州它不开花 可以说是不开花 然后月季都搬到这边 遮阴呢 还开得不错 大家看 这一株是 果汁阳台 还开得很周正的这一朵啊 其他的 搬过来可以啊 要遮阴 那个我们 圆圆的看只能 远光而不可卸完烟啊 这个是草莓杏仁饼 不错吧 镜头拿 拿近一点看一下 是不是 他搬到这里来了 他们就 长得不错了啊 所以说 虽然说月季是 喜阳的 但是他也是怕暴晒啊 这一株好像应该是羽毛 羽毛 大家一直想看我的草莓 草莓啊 也要遮阴 今天我就 比较 认真对待他了啊 给他进行遮阴 他 到秋天的时候 肯定 可能蜘蛛就 长得比较粗壮 那时候进行繁殖就容易了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这样子了 草莓 很多朋友想看 我今天就 赶紧给大家拍一下 有的上来又忘记了 嗯 有的还在开花 大家看一下 但是他里面走疼走很厉害啊 这些都是走疼 走疼如果能够在棚面上存活下来 明年就是新的蜘蛛了啊 我就跟月季一起拍了啊 大家看一下楼顶 啊 就是 喜欢种花的 什么都想种 什么都喜欢 说白了就是喜欢图了啊 喜欢 图啊 喜欢在图里面 王 这边是 多肉 多肉圆 很热了 我要下去了啊 好今天的视频啊 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关注 喜欢的可以收藏转花 拜拜